Hello, 大家好, 豬春老 今次真是大件事 衛生局深夜宣布 澳門醫學觀察酒店之一的金黃棺中國大酒店 即是澳門機場對面的酒店 一名27歲的尼泊爾籍保安對核酸檢測呈陽性確診感染新冠肺炎 列為本澳第65宗確診病例 屬於第64宗確診個案的輸入關聯病例 深夜時分大批穿着防護衣的警員和防疫人員 到達相信那名外勞位於沙尼頭麻子街的大廈住所 封鎖大廈和對出的街道和設置帳篷 相信除消毒外 大廈的居民很大機會會隔離檢疫 而第64例患者是土耳其經新加坡抵達澳門的土耳其籍本澳居民 昨天9月23日在中國大酒店隔離期間確診 應變協調中心說衛生局事後要求酒店保安清潔和相關人員要做核酸檢測 發現這名保安染疫患者目前有輕微的呼吸道症狀 已安排到公共衛生臨床中心進一步診治 並接受流行病學的調查 詳細情況稍後再跟進 而政府亦隨即宣布在9月25日凌晨零時起 本澳進入即時預防狀態 不知道之後又要不需要全民核酸 希望不用了 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十一黃金周不知道又會不會凍過水 有最新消息我們珠珠Channel再跟進給大家知道 如果喜歡我們的Channel記得訂閱按讚和分享出去 我們下次見 拜拜